台已经可以买卖上海A股 操作上基本和买卖港股模擬 只要客户在这里选择他想买入的股票 举个例,这只编号 然后选择他买入的价钱 然后以买入的数量来计 就会以每100为算一手的,作一个单位 就如此类推地推上去 要留意的是买入内地A股的时候 规定以100股为单位 但沽盘就没有这个限制 可以是税股 在同一个平台对盘的时候 可能最终买入税股 譬如这个例子,他成交了33股 剩下的话就会剩下67股 如果投资者想推高一点的价钱 改高一点的价钱 然后再成的话 他需要重新再输入100股 就是说最后他有机会成交回来的股价数目 就会变成133股 还要留意的就是内地不容许回转交易 即是我们所说的即日先 在T加1的交易制度下 当日买入的股票要下一个营业日才可以卖出 同时内地的结算周期也是T加1 即是当日卖出的股票 投资者第二天就可以收到款项 另外内地有降跌停板制度 一般就是不超过前一个交易日收市价升跌一成的波幅 只要触及波幅上下限交易就要暂停一段时间 涉及交易有不少雜费要给 上交所收的经手费 中证监的证管费 以及税务总局的印花税等等 如果手头上没有人民币 但又想买A股 选商普遍可以帮客户兑人民币 但在过程中客户就要承担兑换的差价 无线电视记者陈晓庸报导 国际能源署预测 今年